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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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Looking at you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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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意外 三月底就能完成计划 令 都松已到达 小岛今次了 十一月九号 小岛局长 这位是内务上 我认识 大名鼎鼎的都松将军 是 请 请坐 小岛局长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军部得知天津目前状况混乱 所以特派我来吕顺一下 你来得很及时 天津太需要稳定了 军部指示我 保护您的雷电计划顺利实施 军部应理 希望都松将军 不要辜负军部的重托 那么你已经确定 曹华丽进入雷电计划了吗 没错 他是该计划不可缺少的人吗 是 没有他完不成 你们安排得很严密 看来我倒可放心了 一切为了效忠天皇陛下 小岛局 你 是 曹操曹操 没事没事 过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杜松将军 这位就是曹华丽 是我大学的同学 人送外号东郭先生 久闻大命如冷冠儿时定 幸会幸会 小岛局长您这有客人 那我就告辞了 好 曹操 请坐 找我有事啊 设备老化得厉害 想进一台新的 得你拼啊 你现在不缺钱了 没有新设备生产不了变速机 挣不了钱啊 好 将军 您看到曹华丽了吧 看到了 我更加肯定他就是七大姑 将军这么肯定 他虽然欲练的平和 但是掩不住他浑身的杀气 杀气 是 安排你的人 秘密调查曹华丽身边的佣人 车夫 那个姓马的 还有那个姓金的女人 以外 将这一切办法 抓住他的车夫 秘密审问 下次啊 大家出去的时候注意点 听说那个杜松很厉害 老大 杜松现在顾不上他们 他忙着七大姑那边呢 对啊 是啊 别洗了马虎了 咱们兄弟混到这份上不容易 打今儿起 咱们所有的心思 都盯住那个姓曹的 其他的事先搁一搁 行 大哥 好消息啊 说 七大姑不是在红玉茶楼里 干掉五个鬼子吗 这阵子啊车站有点乱 他们的毒品都搁在月台上 没骂人管 你的意思极毒品 咱接到手 凭价卖给混伙 我保证大赚一笔 大哥 结吧 这一单要是干成了 够咱们兄弟花好几年哪 有钱不赚就是王八蛋 对 老八老九 来 踩点去 好嘞 来 兄弟们 好 来 来 看好了 这就是火车站 大哥 你回来了 我累了 睡会儿 什么时候醒 什么时候吃 扶手好给我留饭啊 整天报这本书看眼睛还不看坏了 少爷可说了跟家吃饭 你们俩谁怎么着 帮我去摘个菜 他去吧 你去吧 我哪能去啊 马姐在马姐去 要不咱俩一块去吧 没听见刚才大哥说吗 这得让我守在这儿 等他醒了我好给他热饭去啊 要不怎么说你大懒知小懒 小懒干弄眼 你当我真知你们哪 我看你们以后怎么找婆家 让你们扛打包去 我看你们怎么办 我去帮我 将军 曹华李 从道家到现在都没有动静 再有半小时才就要出场了 出场 在哪儿 火车站月台 将军的意思是 死杀忠言 曹华李 出门的时候不要让人跟踪 只是来电话报告就行了 是 我老爷调查出 忠野在火车站月台值晚班 他先稳住马姐和金梅 然后睡一觉养足精神 趁着夜色 事不宜迟地杀掉忠野 给女儿女婿报仇 但是外面都是特高高 他决定启用家中的暗道 是 爷爷 长寸曹花礼 谢谢您为陡八个联金 修到暗道 您是躲 我是去杀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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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小心在这儿 走啊 弟兄们 其他部在保护咱们的 快 保护其他部去 弟兄们 跟上 快 快 掩护 别走 表回来的一个联队 分布在天津这几个地区 配合你们特高克 抓住其他部 不用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一个联队对整个天津来说 也是背水彻薪哪 渡松将军 在中国的战场上 我们皇军的哪支部队 不是捉襟兼肘啊 那天司令官 是 杜松将军也在 狭盗巨长 我和夏子小姐 还有曹华里 在于乔被劫持 给勒索六万块钱 于乔是你的地盘 你看怎么办 狭盗巨长 这是哪天的事情 昨天 该不带狭子小姐 打电话找我向 吴建联队长借钱 狭盗巨长 知道是谁劫持的吗 叫十八个一边膏组织 又是十八个一边膏 司令官 十八个一边膏 是什么意思 是活跃在济县的 一伙土匪 每个人各自都差不多 号称十八个一边膏 这伙土匪给我增添了 不少麻烦 看来 我要调一个连队过去 撒当整个济县 小刀局长请放心 你的六万块钱 将从这次扫洞中 给你补偿 谢谢你 对不起 小刀局长 请留步 虽然你不想见我 但我还是想多啰嗦几句 你们为什么要去济县呢 为了让曹华礼放松心情 是我和夏子建议的 是你和夏子建议的 是的 那你们被关押前后 曹华礼离开过你们吗 我们三个人是分别关的 过了多长时间 六个小时吧 六个小时吧 你和曹华礼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知道他会打枪吗 你说什么 曹华礼会开枪 他连虫子都会怕 这样说吧 当年杀中野的时候 他的手 哆嗦得 像得了帕金森综合症 他会不会是在演戏 你觉得呢 那天特高客都在场 你可以问他们 好 耽误小道局长的时间了 尽量 我告诉你 曹华礼对大日本帝国 有无可估量的作用 你最好别打他的主意 阿姨 将军 刚才接到电话 火车站发生了激战 马上去现场 阿姨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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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欠你一条命 将来还吧 国民党就是国民党 你怎么跟四大家族一样 啥事都跟做买卖似的 我这人有个毛病 从来不欠人情 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欠那伙人一条命 我看 想识三太不好 应该是他们 有机会 还得感谢他们 等有机会再说吧 现在我们要感谢的 是齐大姑 齐大姑 神龙见首不见位 去哪儿感谢 今后有的是机会 你现在能动吗 一点小杀 小意思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有划则长 无划则短 后会有机 后会有机 请齐大姑大哥原谅我们 你们干什么的 大哥 请你原谅我们 不是 你 你们 你们是谁呀 我们是十三太保 十三太保是你们哪 跟齐大姑大哥你一比 我们就是个屁呀 齐大姑 齐 你咱也不说这个啊 不是 我原谅你们什么呀 刚才 齐大姑大哥 在火之战救了我们 是啊 这个 这 中国人嘛 是吧 互救嘛 是吧 谈不上 谈不上 齐大姑大哥 这人的鬼子 红运茶馆那五个鬼子军官 还有特高科科长 兵野 是不是您 那 那敢巧了吗 再说 该死 齐大哥 像您这样的英雄 我们兄弟们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来 请受兄弟们一拜 大哥 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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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就起来 都起来 都起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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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大哥 您要是不答应 做我们的老大 我们就不起来 对 我们就不起来 什么 我 我 我做你们老大 老大 不不不 你们听我说啊 首先呢 我 不是齐大哥 我是谁啊 我是齐大哥的朋友 再说了 你们让我做 你让我做你们的老大 你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你啊 赶紧起来啊 我必须得回去了 要不然被发现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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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大哥 大哥 就凭您能在火车站救得了我们 让您来 做我们的老大 那是冲冲有毒呀 对 对 对 老大 老大 要不 要不这么找啊 你们要不嫌弃我 我呀 我就 去齐大哥做个传话的 我找个机会 让你们认识齐大哥 行不行 现在起来 都起来 好 小姐 送大哥 好嘞 大哥 小九是我们的神星代宝 今后 做你的联络 行 行 那行 告诉了 告诉了 大哥 送大哥 请 走 大哥 你慢走 大哥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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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大哥 娟娟 两个刺客到这里的时候 被我们发现 我们开枪打中一个 另一个 想进攻厕所 中业队长还在里面还击 刺客扔了枚手榴弹 就跑了 本来 我们包围了这两个人 从铁丝网那边 突然冲进十几个人接应 枪法了得 打死我们好几个人 他们有多十人 小村客长布置了二十个人 将军 没想到他们还有接应 两个人行刺 十几个人接应 而且打死了我们十多个人 全身而退 天津这个城市不一般哪 是啊 天津虽然没有上海热闹 但是水一点都不比上海浅呢 看来我们要调整一下思路 小九啊 大哥 你说那个厕所那鬼子 能不能被炸死啊 四十八瓣 那个香瓜式手榴弹 您是七大姑的朋友 这事还用问啊 是是是是是 我也琢磨了 四十八瓣 怎么也给炸个十瓣八瓣的 不是大哥 您叹什么气啊 我想亲手杀死你 我想亲手杀死你 这么说 有人想替您帮忙 您要是愿意查的话 这事好查 我给您办了 算了 已经死了 回去告诉他们啊 别乱出来惹事 听我统一调动 行 这事您放心 行了 回去吧 大哥 我就在您家那个胡同 还有街道外面蹲着 好 走吧 好 大哥 你总算起来了 这一觉睡了三个多小时 饿了吧 饿了我去给您热热 玉华台的毒面积 等着啊 来 来 放给您热好了 你们怎么这么看着我呀 怎么了 睡了三小时起来 跟饿似鬼似的 你这么看着我 吃得下吗 我们不看 你多吃点 吃吃吃 我老爷 为自己晚到一步 没能亲手杀死忠爷 而懊悔半分 现在既然忠爷已经死了 等帮八路军搞到设备 在帮金梅探听到小岛的计划之后 他就可以带着女儿远走高飞 明天 验证忠也的死 和帮八路军搞设备 还要打听小岛的计划 将同时进行 谢谢 你要杀忠也的事 我已经跟领导汇报了 他们让我全力地配合你 你说吧 你要什么 要枪有枪 要人有人 谁说我要杀忠也了 莫名其妙 杀什么忠也啊 我可是轻而听你说的 你去找曹先生啊 我劝你别去了 他的脸色不太好 我找他有事 大哥 你生气了 你太生气了呢 我没生气 我听马姐说你生气了 我看你像生气了 那我问你 你到底什么时候杀忠也啊 我杀什么忠也啊 忠也早死了 小岛局长带我亲自把他正法了 行了 你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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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反正不管怎么着 我从现在开始 就要对你进行二十四小时保护 为什么呀 我是因为怕你报仇 耽误了你帮我打探小岛的事啊 我告诉你啊 我都答应帮你了 你要真给我监护 我就不帮你了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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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 那去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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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s 大医生 快跟我来 二 二 預備 這是我從軍以來 打得最痛快的一仗 武器 我等下幫了軍戰艦無名掉地 開 選出封號 命令部隊攻擊鬼子拋拼戰地 看看有什麼嚴落可見 不是就那一个营的战士 冲出门 出门 冲出门 出门 出门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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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时间 打造战利品 快 快 快 放手 快点 好 站住 这个 快 快 拿上一切可以拿着东西 快走 走 撤退 大佐 八路的目 可能就是救回那一个鹰的战斗力 不信 颇大战果 难道八路就贪这点小便宜 便宜不小啊 把连队装备便宜八路了 好 王领导 领导 你好好养伤 从现在开始 我们解锁阵地 放心 我们现在 从远距离的迫击炮 相信我们一定能打败鬼子 兄弟 保重 好 去了 准备战斗 快 快 要是天津 调回一个连队 连下这狗八路军 早已被我消灭了 大佐 不认识 那天司令官不到万不得 是不会调回那一个鹿队 是一个叫齐大姑的人闹着 马上资量距离 看看八路的炮弹 是否增加了射程 给内田司令发报 相信还有人支持他们 请求内田司令 马上 给我派一个中队过来支援 马上给内田司令官发报 告诉内田司令官 请求天津支援我们一个中队 报告 进来 头目大佐 击垫 念 平谷八路军 突然拥有远距离射程 迫击炮弹 重创我不 夺回阵地 我不怀疑天津地下党 又支援了八路军根据地 往查办 同时 希望司令官调回一个中队 否则我不处于下风 平谷 季线 军事不稳 八个 我哪来这么多部队 司令官 你手下一个连队 是几个中队的编织 兵级绿团只配备两个连队 所以同目只是个大佐 但他每一个连队 只有两个大队的编织 所以 他的人员 远不及加级连队 两个连队分兵两路 一路撤到季线支援同目 一路扫荡鱼 敲畔山 小刀剧长的事也不能不办哪 那抓捕齐大姑的事呢 我来想办法 你下次别卖我这么贵 你给我捞捞点葱 来 那我们走 干什么 我这买菜啊 别分话 赶紧上车 我还家里有事呢 我这 上车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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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可不得了 这可不得了 买菜的抓的 老爷 您听我唱最后一句啊 酒 叫喜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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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住啊 回去练练去吧啊 叫喜无法 喜有 求你 大田呢 大 大 大哥 乘车 快走 你先把我娘放了行不行啊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十二月十九号那天 是谁开的车 多 多少号 十二月十九号 十九号 这 这都半个多月过去了 我得想想 提示你一下 那天我们有个日本皇军牺牲了 哦 你说杀小鬼子呀 那天 黄军 杀黄军那天 那天我记得特别深刻 因为那天曹先生带我们去下馆子去了 那馆子可好吃 这 这 这 放开我 这 这 这 放开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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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抓我娘干吗 我们要知道曹花里的情况 曹 曹 曹花 曹花里什么情况 我们哪知道啊 你们放了我娘吗 等 福子别说了 别打 别打 我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知道什么 福子 他不知道 不知道 打 刀太元对我们温重如山 就算打他命也不能说呀 别打 别打 你们别打我娘了 你们想知道什么 说 说啊 福子你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妈 娘 娘 你没事吧 娘 娘 你没事吧 娘 你 娘 娘 娘 他们问我 我也没说什么要紧的事啊 我跟你说过没说过 老太爷把曹先生交给我的手 无论到什么事啊 我都不能出卖曹先生 我说过没说过 说过 别生气了 娘 你等着 那天我要是知道 你说了曹先生什么 不等他们问 我就亲自掐死你 娘 您别生气了 娘 您别生气了 把你从农村带出来 我真多余 那天晚上六点 忠言就在这里打架 那天原田占了他的位置 做了梯索 杀完了人回家 还不到七点 然后洗澡换衣服 高高兴兴地去吃包子庆祝 啊 好从容啊 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心理素质 一个知识分子 能够顺利地刺杀 然后又面对世人 平生罕见 对这个人的问题 一定不能大意 我派人去抓了他 不行 他现在有小岛局长保护 如果要动他的话 必须要有小岛 不能辩驳的具体事实 然后我们去树林里一趟 忠言现在怎么样 他在厕所被炸得血肉模糊 敌人一定以为他已经死了 嗯 要把忠言现在在陆军医院的消息 散布出去 明白 忠言没有死 惦记他的人就会蠢蠢欲动 要是没有小岛局长 这个案子早急了 你认为忠言在月台被炸 是因为那天 他开枪打死国不少市民 难道不是吗 我倒是觉得 这两次月台事件 不是孤立的行为 你的意思是 忠言被炸 也是七大公所为 所以你要去核实一下 最好采访一下小村 小村客长 正要找你呢你就来了 亚子小姐 我来给你们提供新闻通稿法 有什么消息吗 忠言少佐身体恢复良好 正在陆军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我正要采访你呢 你告诉我 他在哪个床啊 住院部二楼三十二床 住院部二楼三十二床 谢谢 没什么事我先告辞了 没听说吗 鬼队长忠言 那天又被七大公袭击了 可惜呀 七大公又失手了 你 你说什么 鬼队有埋伏 七大公施展轻功逃离之前 没来得及打死忠言 给他流了口气的 这事当真 必须的 我哥们亲眼看见的 从茅房里拉出来 血乎拉扯的 还喘着气呢 我姥爷心中窃喜 他还有自己 首认仇认的机会 这可是老天爷真的开眼了 曹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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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子来了 你 你 你又跑车下来干什么了 你派个人的城库找我就行了吗 走走走走 你不是让我学习汉语言吗 我买了相声票 陪我去听听吧 别愤着 挺骂相声啊 我跟你锁一段不就弯了吗 是不是 兵荒马乱的都危险呢 哪危险呢 你说那个火车站的枪杀案呢 人家那是七大姑报复忠言 跟我没有骂关系吗 忠言是在劫难逃了 你错了 七大姑这次失手了 忠言只是受伤住了院 追牛 你知道什么呀 我没有追牛 我都知道她住在陆军医院几号床呢 几号床 像上的床 追牛 绝对追牛 我没有追牛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今天小孙都找我发稿了 irable 叶军医院几号床 下 없고 取牛 抓住牛 生徒 咙 冰炎的报告上说 七大姑可能是偶然遇见两个士兵 再强暴一个中国女人 后来才开枪骑兵 现在看来是对上哈尔了 那她神处鬼魔的七大姑 还需要使枪吗 是曹华礼 那是曹华礼 浩 Scheism 曹华礼 我是什么 也不是一个 刀面造被销毁了 可是凭这些证据 足够抓他了 不行 他有小岛巨詐的保护 抓他必须铁证如山 凭现在的情况 不足以说服小岛巨詐 医院那边布置得怎么样了 都按您的吩咐照办了 安少已经布置好了 我派了几个族的骨干 现在就怕曹花里不来 凭现在重种几下 他能够亲自来报仇吗